发烧话题追根究底 欢迎收看热线追踪 我是王李中焱 5月11号 性侵假示范萧国昌自行割断电子脚疗 从澎湖逃到台湾本岛 长达25个小时逃亡 引爆了舆论争议 同时也造成人心惶惶 事实上 法务部从2006年开始 执行性侵犯在假示期间 佩戴电子脚疗 透过科技设备监控 以远端讯号接收方式 来追踪受刑人的动向 但是过去11年 就有11幅脚疗被破坏 也引发批评 法务部强调 电子脚疗只是监控的工具之一 很难百分之百 做到事前的预防 而专家认为 防治性侵害 最重要的是要建立起 社会支援系统 并且结合警证 预证等单位 支起绵密的社区监督模式 才有机会防止 犯罪事件的发生 记者黄宇杰 张宏顺的深入追踪 真的是因为吸毒才想要脱逃吗 而且在假示期间还连续犯案 从澎湖到台湾本岛 超过300公里的逃亡路程 性侵假示范 肖国昌 最后束手就擒 车子到了 车子到了 好了 到了 亡命天涯25个小时 台北市警局中山分局接获线报 在万华区的旅馆 顺利逮捕肖国昌 征讯过后 移送台北地检署 好了不怕被关更久吗 有人建议你吗 其实烙跑性侵假示范 肖国昌年轻时 就一再进出监狱 1981年因为多次窃盗 妨碍自由等罪被关 1993年又因窃盗案被捕 当年他自白犯下 八起杀人命案 以及上百件 强奸强盗等重大刑案 台北市万华分局 今天第六度向检察官 借题杀人嫌犯肖国昌 根据他的供词 警方压着他到内湖地区 靠近山边的一栋公寓 查证他自己公认的 第七件命案 犯案多 手段残暴 一度被视为杀人狂魔 就这样一来一回 有如大海捞针 多次借题肖国昌 试图厘清案情的疑点 但台北合议庭调查却发现 大多数是灌水案件 肖国昌最终是因为强盗 强奸 怯盗罪 1997年被判处 无期徒刑确定 消息受刑的人他是在83年间的时候 因为涉患惩治盗匪条例杀人 还有强奸强盗等罪 被法院判起无期徒刑确定 本署在昨天下午大概4点半左右 在线上系统大概4点25分左右的时候 有接获到他的电子脚梁 部分系统有异常的状况 即便肖国昌已经落网 但法务部统计 全台目前有128位假示犯 佩戴电子脚梁 而会佩戴电子脚梁的受刑人 他们几乎都是性侵再犯率 中高程度的假示犯 从2006年开始 施以科技设备监控 这11年总共11部脚梁遭到破坏 时间追溯回2009年 警方研判 杨宗彦可能是在假示期间 又涉及其他的刑案 认为自己会重回牢笼 才决定脱逃一走了之 当年才28岁 杨宗彦因为怯盗及性侵害 被判刑8年 假示期间仍旧住在花莲老家 竟然自行侦脱脚梁后逃逸 经过7天追查才落网 台中西屯狼林德妍 假示期间又涉及毒品窃盗案 担心重回监狱 于是剪断电子脚梁脱逃 经过3天严密追查 被埋伏的警方带个正着 那在监狱里面都会有脱逃 何况是你在自由社会 因为这些人不自由嘛 或许真的是不自由无宁死 所以甘愿以身试法 曾是台北监狱和绿岛监狱的 介护坑员邓黄发 对受刑人的犯罪心理 可说是撩络之兆 就好像一个龙子的鸟儿一样 它无时无刻不想打开牢房 到外界的社会 所以再怎么样的 这种严密的措施 还是会被破坏 道高一词 谋高一丈 电子脚梁正确名称 叫做科技设备监控 它又可以有一个定位追踪的功能 它是软的 但是并没有那么好减 因为它的材质是硬的 电子脚梁的外形 就像大尺寸的手表 这个随身发训器 有防水防磁功能 塑胶材质的电子环 内有光纤 具备GPS定位 待机时间约48小时 最重要的功能叫做 即时定位的功能 就是它现在是在哪里 其实原理很简单 透过GPS定位 接收电波讯号 有卫星 有基地台 以回传的方式 就能了解佩戴者的坐标位置 以电子脚梁的话 在这个标外设计的本身 它通常会佩戴一个 叫做所谓的云端主机 对 那这个主机里面 它就可以无限制地 保存这些历史轨迹 所以每一天都可以回溯到 它之前到哪里去 对 可以回溯到 当它第一天佩戴上去的时候 同时也能设置电子栅栏 透过远端监控 了解受行人的动向 在电子脚梁这样子的产品设计上 可以用进入范围通胞 或是超出范围通胞 那像这个文德女中 被设为一个高敏感性范围区域的话 当它进入了这个范围的时候 半径350区域的时候 那这样子的脚梁 它就会做一个通胞的动作 而且从佩戴的那一刻开始 云端主机就会无限制地保存 每一天的历史轨迹 也就是受监控者每分每秒的行踪位置 它是假的释放 不是就是放出来 所以一定要有一个条件 所以这个条件里面的遵守部分 那以往都是跟关户人报道的方式 那如果用结合电子监控 那个是属于比较密集性的监控 当它现在没有讯号 我们可以依然知道它在没有讯号前 它是在哪个地方附近 重点就是有机客群 运用科技设备来进行监控 可以说是监警总动员 一旦监测到异常 告警讯号会同步传到关户人 以及设备工程师 经过判读查证程序 再决定是否联系警网协助 如果受监控人违规 就立即启动追查行动 像这一次假释放图号的情况 如果再没有设备的话 我们连他来到台湾 他离开的朋友 我们都不知道 甚至有可能要一天以上的时间 才会确认 像这种电子脚料是密集性 一天24小时都用仪器的方式 用这个光波电波的方式来收集 如果你超越了一定的范围 它立刻会有警示 所以它是比较严格的一种 在家就是社区主义 换句话说 电子脚料强调的是可追踪 以及定位的功能 科技设备监控本身它就是一个工具 那既然是它是工具 它就会有它的机械 那这所有的这些所谓的告警的讯息 也都需要经过专业的判读 对 它今天可能它有这个设备异常的状况 那它究竟是它正在破坏设备 还是它只是洗澡的时候表心撞到 我还说它是一个电子脚环 因为脚料的话 你会觉得你好不就可以控制它 但实际上它完全 它不具有预防再犯的这个功能 那只是给我们一个追踪 一个这个可以去追踪它的这个行动 可以有心理的威慑 台湾防暴联盟秘书长廖舒文 认为电子脚料制标不治本 仅是一种手段 对于性侵假示范的监控 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知道它在哪里不代表 知道它在做什么事 或者更不代表 我们可以及时地阻挡它这件事 对那是有距离的 我们如果期待是说 要用这个设备让它不再犯 那就是我们的期待 可能跟现实是不符合的 社区处域跟机构性处域的 自由的被剥夺 那当然机构性的自由剥夺 是一天24小时完全 但如果在外面是 你可以自由自在的 没有人在监控 但是唯一可以监控的 就是电子方面的科技设备 在持续地用光波 用电波 还有用 或者是用什么其他方式 那个电子波的方式来 对 这个都是电子波的方式 来控制你的行为 法务部统计 从2006年到2017年的4月份 保护管束列管名单 总共有6686人 当中佩戴科技设备监控的 受刑人有1023人 监控率约占15% 如果比较两者 在保护管束期间 再犯性侵比率 一个是2.02% 另一个则降为1.08% 基本上会佩戴科技设备监控的个案 它基本上都是在犯率 危险性比较重高的 那关户人 其实基本上科技监控设备 它其实是一个工具而已 那关户人他在评估 他需要施以这个工具的时候 他同时还会结合 这个位证 警证 一起对于这个个案的 这个社区的 这个一个监控的机制 会做加强 简单来说 防治性侵害犯罪 绝对不能只靠 一指电子脚料 而远端监控只是一种手段 全面性的密集防堵 支起绵密的安全网络 才是执行重点 我们希望它是一个 零容忍的状况 而且更重要的一点就是 我们希望这些东西 被很清楚的处理 所谓很清楚的 就是你必须让加害人 很清楚的知道 他做错了 他违反社会的规定 性侵害的这个加害人的话 他在这个 他出狱之后 在社区里面 他必须要接受 这个身心治疗跟辅导教育 对 所以说这个 卫政机关 他会通知他去上课 然后去评估他的这个 性侵害的再犯略 台湾在科技设备监控的部分 请向美国的社区监督 钻石模式 有检查机关 有卫政医疗体系 以及警察机关协助 另外还少不了 社区支持团体 形成钻石防治网络 可能就要透过更高的网络的合作 就包括这些单位 不管 官户人 就检查 预证 卫政 社证 大家 那个社区 我们每个人都在看你 我们严格讲起来说 如果每一个人 都变成了一个矫正官员的话 或每一个人都是一个 警察人员的话 就整体的社会防卫措施 就很强 就社会监控 也就是说 性侵害犯罪防治 需要缓缓相扣 彻底落实 才有办法消弭犯罪的发生 但台湾预证人力 始终有缺口 我们还是有大量的缓刑的运用 那如同您刚才所说 我们的缓刑很可能来自 因为我们监狱 这个人满为坏 所以这是自己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因为当这样的情况 那这个人他可能就没有受到制裁 负责辅导假示犯的官护员 更得承受难以想象的压力 这个法定的官护人的 法定缘合的话是257名 那我们的预算缘合的话是225名 那就这个保护管束案件量来讲的话 每一个人 每个官护人 他大概需要平均负担的 这个保护管束案件量 大概有228件左右 如果以法务部2016年公布的案件来分析 保护管束案件超过4万3000件 缓起诉条件 社区处于案件有3万1000多件 另外还有副条件缓刑 社区处于案件和义服社会劳动案件 从头到尾加总起来 一年案件量就超过10万件 平均一个人的这个官护人 他的总案件量跟行政负责量的话 大概会高达547件案件 预证原力挡不住监控危机 电子脚流也难以100%事前防堵 防治性侵害的这条路 现阶段力求降低伤害外 有效预防以及究责机制 也是未来最大挑战 守望相助是防治犯罪事件很重要的环节 如果把人与人之间的携手 放大到国与国之间的合作 可以并肩扛起的就是区域安全的维护 我们台湾身处东北亚的紧张局势中 美中台日韩关系牵一把动全身 尤其被视为不稳定因素的北韩 动不动就以飞弹武力威胁 看似针对南韩 但其实也在向美国挑衅 国际其然担心万一美韩爆发核战怎么办 不在火线上的国家 躲得过辐射城的威胁吗 休息一下 再回到热线追踪 欢迎回到热线追踪 东北亚局势紧绷 北韩频频向美国放话 要对南韩驻美基地进行核武攻击 国际间担心如果美韩核战开打 辐射城究竟会飘向何处 由俄国核子科学家研究 一旦核爆 这些放射性物质最有可能跟着风向 落入太平洋中 影响到了包括南韩 日本跟中国大陆 那么距离北韩2000公里远的台湾 会不会受到影响呢 专家表示因为地球大气流动 加上扩散的条件 台湾受到污染程度 机会相对比较小 民众不必太过恐慌 不过一旦气候条件改变 辐射城催送到台湾 也不是没有可能 尤其核战如果爆发在冬天 受到北极极地风暴影响 最有可能将辐射城 疫情往南带 必须严密的监控 辞生记者邱兰婷 吴志颖的追踪报道 最近我们还是吹东北风 所以万一在朝鲜半岛出事情的话 那蛮有可能会有一部分的辐射城 往我们这边吹 东北亚局势紧风 北韩频频放化 可能会对美国驻韩基地 进行核弹攻击 朝鲜半岛核武危机升温 如果一旦成真 辐射城将会飘向何处 现在有俄国科学家指出 最有可能的位置会落在太平洋 在30度到60度这个中间 它的循环气流原则上是 往东北的方向在跑 所以当它如果有核爆 那产生出来的这些辐射城 大致上就会往东北的方向 这样去吹 从地球大气环流系统解释 在北纬零度到30度之间 气流是以逆时针方向循环 到了30和60度之间 则是以顺时针方向流动 而北韩的位置 约在北纬40度左右 一旦发射核弹 辐射城就有可能进入大气环流 往东边吹 有专家说它是会吹到日本韩国 大概都是在东边 那依照这个大气的模式来看 它是可能的 那么位在相对南边的台湾 有没有可能也受到辐射污染呢 它夏天基本上吃到比较热 那原则上大概整个风向会往北 所以夏天的核四暴 你说真的要影响到台湾 大概不大了 那如果是冬天的话 那应该是有机会 专家解释冬天受到北极极力风暴影响 强烈冷气团往下压 可能就会将放射性物质一起往南带 但除了大气循环之外 气候条件也会影响辐射城飘散的方向 当然也要看它爆炸的冲起来的高度 地表的风不一定跟高层的风 是同样一个风向 那假如冲得更高呢 它就会往东边吹去 会往夏威夷 会往美国本岛 所以就要看当时的天气的状况 台大大气科学系教授 拿出这张照片解释 在同个地方 高低不同的两根烟囱 烟飘方向竟然完全相反 地表有摩擦力 还有地形 然后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 有没有加热 有没有干嘛 所以盛行风 就是高层的风跟下面的风 是不太一样的 学者在以车诺比核事故举例 核爆炸当天是1986年4月26号 辐射城往立陶宛方向飘散 隔天上午改往波兰 下午再改变方向 吹向俄罗斯 短短两天 放射性物质扩散 就往三个不同国家吹送 因此学者认为 辐射城飘散的方向变因很多 民众不用太过恐慌 不过面对美韩核战情绪紧张 距离不到2000公里远的台湾 还是得随时做好准备 假如风很强 它就传得很快 假如风很弱 那传过来就很慢了 很慢它就是扩散的面积比较大 可能到我们这边的量就会变少 那万一不幸说是风很强 然后它又很快地过来的话 方向又对着我们的话 我们可能就会受到比较高的 面对看不见的敌人 行政院原能会也高度关切 在2016年1月 北韩第四次核试时 就曾模拟辐射城的扩散行径 这个就是他们的核试报场 因为当时我们得到的资讯就是 它在这个北韩的东北的这一边 它有做了一个核试报 图表上的扩散路径清楚看见 辐射城跟着风向从北韩一路往日本方向扩散 放射性物质最浓的黄色区块 就是北韩合适的地点 接下来次浓的区域是浅绿色 慢慢向外扩散之后 变成深绿色和蓝色色块 简单解释 就像是一滴墨水滴到溶液中 扩散后浓度被稀释 最后仅存的量微乎其微 所以同样的当你一个辐射层 如果跑出来 在大气的这么样一个环游底下 它很快随着距离越宇 它就会扩散越大 原人会强调核无影响台湾机遇低 但不是不无可能 已经严密监控 就怕核爆辐射层 对环境和人体带来巨大影响 核爆造成生态危机 从1946年冷战时期 美国在太平洋马绍尔群岛海域 进行23次核试 大地呈焦土一片 不仅人类无法居住 海中生物也明显绝迹 核爆辐射层 蝸蝸被削掉 无法滅滅 核爆辐射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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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爆辐射 核爆辐射层 核爆辐射层 放射性物质影响环境 短则百年 长则万年 如果北韩进行第六次核事 辐射城会飘向哪 引发什么生态危机 全球都在关注 来台湾的可能性蛮大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政府应该要告诉我们 我们可以做哪一些措施 可以减少我们自己可能受到的影响 辐射城影响台湾程度 专家看法不一 但如果真的遇到了 第一 民众究竟拿取密封的水和食物 第二 赶紧躲到避难所或地下室 隔绝室外至少48小时 国际形势牵一把动全身 面对美韩核战紧绷态势 全世界严正一代 毕竟谁也不乐见 无受污染 又为地球带来一次环境灾难 为了治安修法 少不了严刑峻法建议 但是乱世用重点的观念 尚未达到最大共识之前 在台湾必须得靠更多社会网络系统协助 才可以提高治安成效 发烧话题追根究底 我是王领中业 热线追踪 我们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